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作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目前正在研发本土疫苗的科学工艺与革新部 考量到有人怕打针 因而对疫苗位置三分 所以也在研发口服以及鼻子喷雾式疫苗 没错预计多两年 我们就能见到本土自家生产的第一款 候选疫苗的庐山针面目 而且放眼十年的时间 五国就能具备完全自己生产疫苗的能力 口服新冠药陆续问世 而且我国订购的首批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 两个星期内就会到货 至于政府本身也积极研发疫苗 负责的就是科学工艺与革新部 土团党里巴兰国会议员查卡利亚 行动党医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 公正党班登国会员王阿兹沙 询问疫苗研发进展时 科医部副部长今天在国会透露了更多详情 研发的就包括口服和鼻子喷雾式疫苗 至于研发期限 依据国家疫苗发展路线图 预计十年内我国就有能力 实现完全自产疫苗的目标 预计最早在2024年 本土第一款候选疫苗就会出炉 而且不只是新冠疫苗 也会研发其他人类疫苗 但这一刻我国只有能力生产动物疫苗 副部长也透露 政府目前一共拨款大约340万令吉 依据出现在本地的虚关切变异病毒株走势 用于研发两款新冠疫苗 分别是灭活疫苗和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再次进行